大家好,我是電夏 香港有些好地道的用語 不住10年8年是不會學到的 你會用的話 聽到的人一定會覺得好驚訝 對你刮目相看 不太好玩的 這次再教你即學即弄的廣東話 加油 打招呼的說話 你以為將打招呼的說話用廣東話來講就行了 超真 好好學習一下地道廣東話 哈哈哈哈 廣東話 早晨啊先生 我們是修理皮公司的 早晨啊 不過你知不知道我還沒睡醒啊 喂 五安 我們是 五什麼安 你當自己學生到我是老師嗎 我只是想找一個姓五名安的人 喂 晚安 又晚安 我知道你想找一個姓萬名安的人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留同學 你幹嘛這麼沒禮貌 叫你父母來聽 真是老師 在學廣東話之前 你是不是曾經以為 早晨是早安 午安是午安 晚安是晚安呢 但是在日常地道的廣東話裡面 我們通常是不會說午安和晚安的 我們有時候會用你好去代替午安和晚安 這樣說法會比較有距離感 取而代之的是 Hi Hello 如果彼此之間比較熟的話 我們會用喂 但要記得 語氣是需要注意一下 喂 劉先生 喂 劉先生 最近怎樣啊 我最近也是這樣啊 喂 本身是不禮貌的用詞來的 用在緊急的時候引起別人的注意 或者取代別人的稱呼 所以用的時候就要小心啦 小心啊 而早晨 除了是在早上的時候用的打招呼說話 還是代表早上時份的名詞 我作首C給大家就知道了 在早晨 我看到一隻鳥 在飛 圓滿結束的啦 可以鼓掌的啦 學會未來 影片就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讚和分享出去 教你一件事 這件事是你一定必定必要做的事 就是訂熱啦 記得按鈴鐺 你要按了鈴鐺才會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在這三個地方 可以收到地下日常的分享 旁邊這裏有我推薦的影片 想看上面還是下面 兩套都有興趣很難選啦 按鈴鐺 按鈴鐺